整个鞋真的非常轻盈啊 有可能是你穿过登山鞋里面 最轻盈一双的 但是所有的性能 在原版DIMM的基础上 从楦头到防水性能 因为原版不防水啊 这个做了防红膝的处理 包括舒适度 包括两边缝线的耐久度 包括重量 我都去做了减轻 所以全面的去把一双鞋子 按照自己的理解 做到近山近美 你会看网上有些人去做鞋子 他们去评价 鞋子穿完以后 说是没穿几天 巴鞋底掉了 或者是在炎热的地方 沙漠啊什么地方 穿了一会儿鞋底掉了 我做的鞋子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允许它出现这样的问题 嗨大家好 我是谢老板 今天给大家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登山鞋终于到货了 给大家出一个开箱视频吧 首先大家会看到 一共有两个颜色 我们会在鞋的边上会给大家看 这个是绿色的 就是我们的高原绿 41码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黑色 41码的 所以在鞋盒的边缘都会有这样的 小标签贴上去 不会出错 然后所有的鞋盒都是我们定制的 质感非常高级的上面 Last Airs新型的山峰品牌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拆鞋子吧 这个鞋子我们最后先从两个方向来看啊 最后做的大货和我们之前的预告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里面的这个雪驴纸用的也是这种偏墨绿色系的吧 还蛮漂亮的 蛮高级的 我们把它打开来 然后为了运输途中防止摩擦嘛 都给大家做的比较好 之前大家去看啊 我们去做 等一下 这是之前我们给大家去做的一个产前样 产前样其实还有是有很多细节需要去更改的 包括最后我们的高原绿的这个鞋子的 这个鞋带也去定做了 所以配色更加的和谐 这种黄绿的这种配色高强度的尼龙 怎么扯都不会断的 包括所有的这个鞋舌上面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固定扣都做了防锈处理 就正常可能不太注意的话 你会考虑到生锈 但是这个是不会生锈的 所以还有一些快拆扣的设计 所以你日常想去快拆的话 一秒钟就可以把它很轻松的把鞋子脱穿了 不会像那种传统的固定的这种扣件的鞋舌 穿脱可能会比较麻烦 好比说你A街那种鞋子买的 如果紧了 你脚比较肥的话 穿其实是蛮难受的穿脱 但是它这个是快拆 所以特别快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楦头 这个楦头 因为有的朋友陆续收到了嘛 跟我反馈 说这个鞋子真的是相当的轻了 因为之前我们做样品的时候 用的是V底还是蛮重的 跟它两个你看 这个鞋子会比这个V底可能要轻三分之一 所以有朋友去问我轻还是重的问题 这个我在语言里头没有办法描述吧 我就算跟你说多少课 你收到以后 穿上以后你会感觉非常的轻盈 因为登山鞋嘛 如果是很重的话 你每走一步 登上一步台阶 都会感觉越来越累 是不是 爬山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看看鞋底 我们用的是意大利进口的一个橡胶的鞋底 比较耐磨 而且非常轻量化 上面有我们last else自己的品牌 然后有朋友说 这个跟Dim做的一模一样 是的 我没有办法去做出自己的原创 实话实说去做出一双 比Dim还好看的登山鞋 因为模仿是最诚挚的功维嘛 但是在原版的基础上 我们做了很多的升级啊 在描述里头我都写了 楦头我们去做了更加适合 亚洲人脚型穿的楦头 有的朋友收到以后会反馈 这个鞋子穿的简直太舒服了 是他穿过最舒服的一双登山鞋 是的 一点都不否认 这个楦头我们是找了国内特别有名的 那个做鞋楦头的老师傅去定制的 然后包括里面的足弓的支撑系统做的也很好 包括我也说了 我这双鞋其实不是属于那种鞋底特别硬的 属于穿上适中比较舒适的那种鞋的楦头 不会有那种时装鞋 好比说巴黎世加Cucci做那种鞋子楦头 为了让后面有一点增高 你穿上以后会有点那种倒冲的那种感觉 穿上以后走路非常累 这个穿上走路非常轻盈 这个是我穿着的实际感受分享给大家 包括鞋头 正面看是非常的修长 而不是像有的登山鞋 可能从侧边看 很多鞋子看起来都是好看的 但是从正面看的话 就会暴露它的那种肥大吧 但是你想把一双鞋子 一个很肥的宽脚背 高脚背穿进去以后 还能拥有良好的空间 并且炫头做的非常的修长精美 其实还是蛮难的 需要一定的功底吧 然后大家会看 原来的做的就是大货样的时候 后面是没有这个反光条的 我们在最后做大货的时候 给大家去增加了这个反光条 包括这双鞋子的整体的整个的 脚踝的包裹感是非常的充实的 让你在户外去登山的时候 有足够的安全感 不会因为下坡的时候 好比说有砂石会崴到脚 足够好 中间是做的EVA的进口材质的缓冲的大底 两边环绕的这个进口环保橡胶的这一圈 会让你的鞋子更加的耐穿 包括大家会看啊 之前做做样品的时候 其实这个贴合程度和DEM原版一样 都是不够精美的不够细致的 但是我做产品一定会让大货的时候 做的足够的精美和细致 然后所有的这个切边 DEM是没有做切边的 这个切边全部是手工切出来的 会有那种 不是像机器做出来那种生硬的质感 还是比较柔和的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高原绿的颜色 表面的材质都是做了防红吸处理 泡在水里头2-3个小时是不会进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鞋舌是做的一体鞋舌 就像涉水的吉普车一样的 只要不要超过这个高度 水都是不会进去的 两边耐久度也会很好 你会看网上有些人去做鞋子 他们去评价鞋子穿完以后 说是没穿几天 巴鞋底掉了 或者是在炎热的地方 沙漠什么地方穿了一会鞋底掉了 我做的鞋子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允许它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拿去黑色就给大家看一下 黑色的鞋带 为了让整体的质感更加漂亮 黑色做的是黑白相间的一个鞋带 然后我们把这个 就是给大家去发货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所有的鞋带都给大家穿好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就像有的鞋子 可能鞋带都没穿好 你收到以后还能让爸爸妈妈给你再穿 或者是让自己的女朋友给你再穿 或者让你自己男朋友和老公给你再穿 不需要全部给你穿好 冰质如归的感觉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鞋垫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鞋垫套出来给你看一下 鞋垫 鞋垫我们做的是真皮的鞋垫 反面是那种EVA发泡的材质 这样的话让你行走起来会更加的舒适 然后所有的鞋舌都是意大利真皮材质的 有朋友跟我反馈说这双鞋的质感 从内而外都是质感拉满 我说必须的 这个就是我做产品的一个态度和精神 黑色也是 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楦头 整个鞋真的非常轻盈 有可能是你穿过登山鞋里面最轻盈一双的 但是所有的性能 在原版定位的基础上 从楦头到防水性能 因为原版不防水 这个做了防红吸的处理 包括舒适度 包括两边缝线的耐久度 包括重量 我都去做了减轻 所以全面的去把一双鞋子 按照自己的理解 做到尽善尽美 一双登山鞋高棒的 带给你们 希望你们喜欢